彈性 那么第二个在这里 我也是要跟各位做一个报道 这里一公里的造价65亿 是我国捷运建设以来 到目前最贵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现在不要去谈 该不该做这一段 因为这个 我记得我上次在这里有提过 这个其实是已经也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680公尺 695公尺就一站 这个跟我们的公车站牌一样 然后大家都把这个 做一个站都是要三四十亿 大家就希望说在我家巷子口 装一组红绿灯一样 你给我设一个捷运站 我方便 然后旁边的商家 都因此这个涨价 因此这个收益多 可是这个里面 65亿扣掉资产率以后 有一半的钱 是全台湾的税金 因为他是拿中央补助款 我们台北市 这样中央补助款 是扣除资产率以后 50%是由中央支付的 所以中南部有一些官员 朋友 任何的朋友 他就说我们都流口水 把我们捐的这个税金 拿到你们台北市 这样子去盖 可是我们今天好像还是觉得说 所以我自己也参加万大树林县 那边我们也是去现场勘察 还没到现场 洗布条已经在那里抗争了 我就说那真是政府 何必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 对不对 你投资很多的钱 又让老百姓非常不欢迎 那我知道新北市 前天下午开万大树林县的 新北市那一段 他们跟我讲说 光是听陈琴 就听了三个小时 可见 这个真的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前天下午 就讲了三个小时 大家起来都有一件 所以在这里 我长话敢说 所以在这里面 就是说你捐印局 干脆你说回你自己的权利 你不是更新处 也不是独发局 那你要求这个 容积提高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那个独发局 也说我可能有困难 不过这一点我等一下 我有意见